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关机 以便我们可以单单来敬拜主 我现在奉三文一体真实的名 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听诗篇26篇811节宣招的经文 耶和华 我喜爱你所住的殿 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至于我 却要行事纯正 求你救赎我 连续我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是的 求你救赎我们 求你连续我们 求你医治这地 因为你是天地的主 你是创造的主 你是救赎的主 你也是拿法医治的主 我们在你的圣殿中 全然地来到你的里面 得见你的荣耀 与你的圣灵同在 你用你的话语 跟你自己的生命 与我们同行 谢谢主 我们本事堕落在死因幽谷中的 今天可以在你自己的圣殿中 荣耀满殿 这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赐给我们重新得力 在你的面前 口唱心和全人的来敬拜主 也借着你的话语 使我们再一次兼顾 能够温行在高处 所以我们祷告感恩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 需要姐妹 带领我们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主日平安 感谢主 今日依旧赐我们气息存留 愿我们一切属祂的百姓 来到神面前 敬拜赞美祂 诗篇 第二十七章 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让我们一起唱诗歌 因他活着 家主想埔赞美祂的赞美祂老神 神的是赞美祂 那康墳墓就是我的救命 因祂活着 我们面对命迹 因祂活着 不再之后 我甚至到 祂招光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我等感觉 靠耶稣基督 祂带给我 满足喜悦 恨却安慰 爱是我缺习 我能面对 你来看我 因祂活着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命迹 因祂活着 不再之后 我甚至到 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我有一天 为不再生命充满了希望 你来看我 借主耶稣 借主耶稣 真身无事外 我将能够 他重要的 简单活着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 我们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之后 我甚至到 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诗篇第二十七章四节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曾求耶和华 我乃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语里求问 让我们一起唱诗歌 每一天 每一天 所顾的美丽诗歌 我活得 你让身脱失恋 我心脱 我天不知 我曾遇到 无理由 再犹豫命运 他心愿 此人差 与此姑娘 终于此 我怕受受了你 要有 有火气 有火气 都显明 他的慈爱 那苦中 龙主感觉 每一天 主自己 与我相亲 每时各自家 云世联明 每周年 出帮连备不安慰 抗命车 为求知全能折 出保护来的路通晨光 为成全此 使命不消去 迷茫里的相依日子一般 出此保证和感觉 每十年都掌心救助恩主 我只要信号宝贵允许 愿安慰 使我青森渐渐定 你声声 话已沉默不离 每一次 我愿意疼痛苦患难 到远中 不受疲难接受 每件事 随时光不随时去 我有一只同同在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你是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的神 我们敬拜你 感谢你救我们脱离 罪与死亡的权势 赐我们从你而来的喜乐 与盼望 最终得见你的面 得着那永恒的生命 主 我们时常软弱 求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下垂的手 发松的腿挺起来 因我们倚靠你 求主怜悯医治我们中间 身体软弱的肢体 安抚伤心的灵魂 因我们知道 我们在你里面 你也藏在我们里面 主 我们呼求你 求你常与我们同在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民 阿们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正道的经文 来自历代之下第七章 十一到二十二节 历代之下第七章十一节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公 在耶和华殿和王公 凡他心中所要做的 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也选择这地方成为 既是我的殿雨 我若是天必塞不下雨 或者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在此处所限的祷告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在我面前效法里 付大位所行的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正如我与你父大位所立的约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 做以色列的王 倘若你们转去 若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 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 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 被讥笑 这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像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去亲近别神 敬拜设奉他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 领到他们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今天有叶玉波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国语堂 给我们分享主日的信息 叶牧师叶老师 是我在神学院 基督工程神学院 旧约的老师 特别也是我西伯来文的教授 他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他 他数次来到我们当中 也非常熟悉我们的教会 他的这个呼召跟现在的工作 是在神学教育上面 他也是一位华人界的语言专家 圣经语言的专家 他会数种 数种语言 所以非常的感恩 其实今年的Summer 10 就是夏令会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红木营 叶牧师受教会的邀请 做我们国语的讲员 但是因为疫情 他们我们不能一起在这个红木营 在一起的互动 但是今天他仍然借着这个远程的 这种入的分享神的话语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非常的感恩 也谢谢他 可以花时间精力在我们当中 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叶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早 今天很特别 和大家一起来 用这个网上的来一起敬拜 师奉神 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上帝的话语 特别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我可以先放给大家看看这个经文 就是记载在这个历代记下 第七章 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呢 就是这个题目 求神医治 世界地 我们求我们的上帝 来医治 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是全世界 这个是整个的地球 这个地球 现在因为那个瘟疫的缘故 疫情的缘故 患了大病 我们需要求神 医治 这个地球 历代记下 第七章 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先来 跟大家一起 读一遍这段经文 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大家听我读就可以了 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公 在耶和华殿和王公 凡他心中所要做的 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也拣选这个地方作为 寄细我的殿雨 我若死天 必塞不下雨 何使蝗虫 吃这地的出产 何使瘟疫 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几名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抑制他们的地 我必张眼看 车耳听在起初所献的祷告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 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也必藏在哪里 你若在我面前 效仿你父大位所行的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正如我与你父大位所立的约 说你的子孙 必不断然做以色列的王 倘若你们准去丢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典章 诫命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 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写赐不顾 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 被讥笑 借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向见地和借殿如此行呢? 人必为他说 是因取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灭主的神 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去亲近别神 敬拜侍奉他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这一段的经文呢 历代记下第七章 十一到二十二 这一段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呢 其实就记在 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 有个非常有名的王帝 这个王帝就是所罗门王 他继承了他爸爸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他把国家纪律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他也按照他当初和他的父亲一起答应过上帝的 要为神来好好的纪律国家 而且要为耶和华神来建造一个圣殿 让全国的人都会敬拜 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 所以这个所罗门呢 果然在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时期的里面 他做得非常的好 上帝也很使用他 所以呢 他果然呢 就是按照所应许的 也答应过上帝的 就来为耶和华神建造神的殿 也建造自己的整个国家 所以当他这样子做 向神祷告 侍奉神的时候 神就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晚上 耶和华向他写线 而且呢 把上帝的信义跟他说明 所以这段经文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神怎么来对待一个国家 怎么来祝福一个国家 这段经文的里面呢 都清楚的告诉我 这个是耶和华神对一个王帝 代表整个国家 或者说是上帝对于这个人类的社会 上帝的信义到底如何呢 我们既然作为这个地上的居民 人类的这个居在这个大地上面 我们应该要怎么过我们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所以这个经文的里面 就告诉我们呢 大概上帝的信义 这里提出来呢 有三方面的事情 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看 上帝对这个地球 对我们人类社会 上帝呢 这里提出来 有三方面的事情 我们要留意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个这里说 大地是神是福之本 意思就是说 上帝是会祝福我们的 这个整个大地 上帝会祝福的 怎么祝福呢 在这经文的里面呢 我跟大家来看看就是 在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 第十一节 那个地方 十一节 当这个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 还有王公 在耶和华殿和王公 凡他心中所要做的 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 哇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真的了不起 是吗 你看这个所罗门 他能够为神建造这个殿余 能够做得那么好 能够把这个殿 能够按照他所计划的 都全部做成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 就是上帝祝福他 能够按照他所想的 所要的 能够完完全全的 能够做出来 这个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吗 是 这个所罗门很聪明 他能够为神做大事情 但是不要忘记 其实呢 他这一切都是上帝祝福他 他才能够做成的 所以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呢 这个一切所做的 都是上帝的祝福 这个经文 就清楚告诉我们 原来呢 上帝祝福他的时候 他就能够顺顺利利的做成 因此 这段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说 原来当人 能够一心一意的 好好的干他的事业 好好的来这个君王处理国家 我们能在地上 好好的来过我们的人生 只要我们真的是规规矩矩 尽我们的本分 上帝是会祝福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成就的 所以难怪呢 同样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历代记下第七章 在前面哦 大家没有读到这段经文的 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经文 一到三节 就是当这个耶和华的殿建好以后 这个所罗门把这个殿奉献给神的时候呢 他就向神祷告 圣经就这样记载说 所罗门祷告完了 只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尽番祭和别的祭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电 所以祭司不能进电 那个火降下来 耶和华的荣光在电上的时候 以色列人看见 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 称谢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他所罗门献这个电给上帝的时候 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火来 就表明说上帝就越纳越纳这个圣殿 而且呢 上帝的荣光充满整个电 甚至祭司都不能进去 这个是表示上帝用那个大神级 来说明上帝祝福 人所做的努力和本分 你看这个多好 就是表示我们人生的里面 我们所做的事情 上帝是会祝福的 我们做基督徒属神的人 千万不要搞错一个事情 我们有时候说 哎呀我们的天家在天上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等候天家就好了 将来才是永远的家乡 所以今天在人生指示人的里面呢 随随便便 没所谓 不是这样是错的 虽然人生是短暂的 但是既然上帝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界上面 这个世界上面 就需要由天就过一天 尽自己本分的生活 过我们的人生 因为上帝呢 祝福你的工作 祝福你的家庭 也祝福你努力的成就 然后上帝就祝福了 我给大家看看一些图画 你看 这个所罗门 他建造上帝的殿的时候 你看这个殿多么的宏伟 作为敬拜神的所在 你看这个是非常美丽的 在所罗门大概是在祖前九百多年的时候 就如现在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能够建那么伟大的圣殿 这个是可以也可以说是 古代的七大奇景记忆 伟大的圣殿 还有一章你看 尤其他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 连祭息都不能进去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为神建造圣殿 为神建造教会 当这个教会落成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奉献这个教会 忽然之间有火降下来 有的荣光充满了教会 连我们都不能进去了 我们不能进去那个圣殿 因为神在其中彰显祂的荣耀 你看这个是多么厉害的事情 因为神与人同在 神越纳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我们的本分 不但这样 而且呢 当我们进我们自己的本分的时候 在经文的里面 同时也告诉我们说 上帝呢 上帝呢 其实呢 也祝福 当我们来敬拜 事奉祂的时候呢 上帝也祝福 我们对祂这种的敬拜 我们来对神的忠心 在我们属神的人生里面 有两方面要平衡的 一方面 你尽你的努力 过你的人生 做工 能够负责你自己的家庭 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国家的里面 尽自己的国家 那个作为地上己民的一份子 好好的努力 上帝去祝福的 所以基督徒呢 我们虽然是短暂的人生 也要尽我们的本分 为神做光做盐 上帝会祝福我们 但是虽然我们好好的过生活以外呢 其实呢 上帝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呢 我们整个的事奉啊 我们的工作啊 我们的家庭啊 我们的一切呢 其实呢 都是上帝的恩典 以致我们透过这一切 我们的人生 也是在敬拜神 也是在服侍神 我们的那个工作 人生 跟我们对神的敬拜 服侍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敬拜神的 我们天天都在敬拜神 我们天天的工作都在荣耀神 我们天天的生活 家庭都在尽我们的本分 作为一个 从新约的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作为一个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圣洁的一种的敬拜的生活 所以当这个所罗门将来 释奉神的时候呢 圣洁告诉我们说 在夜间十二节这里说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而且呢 也拣选这个地方 作为继续我的殿雨 这句话呢 非常的特别 大家有没有理解到 通常啊 圣殿 圣殿 我们都称呼这个圣殿呢 这个殿叫什么殿呢 这个殿被称为 这个是一个祷告的殿 是祷告神的 这个殿是敬拜神祷告神的 这个叫祷告的殿 但在这里呢 非常特别的 这里提出来就是说 上帝说 我已经拣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祭祀的殿雨 是上帝作为这个殿 可以来献祭给上帝 为什么要献祭呢 当人犯罪的时候 犯罪 愿意匪改 求神饶恕 这个是先 心里面诚心匪改 然后献祭 透过献祭 上帝要饶恕我们的罪 所以就良解不亏分的 只有献祭 心里面诡改 这个没有用 但是如果是 心中真诚的诡改 而且呢 又献上我们的祭的时候 上帝就越纳这个字 谢灭我们的罪 所以上帝说 我拣选这个地方 这个殿雨呢 作为祭祭的殿雨 就是谢罪 可以向神祷告 向神献祭 上帝就饶恕我们的 这个地方 你看多好 上帝祝福我们 所以第一点 上帝对这个整个人类社会的 祂的信约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祝福我们一生的工作成就 上帝也预纳我们一生对神的敬拜服事 工作敬拜不可以分都受到上帝的祝福 感谢主 然后这经文继续下去 所罗门听到 耶和华对他说 第二方面的事情 一点不可以服事 不可以负虐 这里有个图画 所罗门作为一个君王 带领整个百姓去敬拜神 你看多好 所以啊 往往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 在教的里面 如果是上帝祝福你 上帝使用你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领袖 更加要小心 你的成就是上帝的祝福 你能够侍奉神 侍奉的本身也是上帝的祝福 千万不要 自己以为 自明得意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上帝使用我 我就当领袖了 所以我比别人高一等 这个不是释奉的本意 所罗门带领百姓敬拜神 上帝就祝福他 祝福整个国家 非常好的事情 好,第二点 上帝不但祝福大地 而且呢 这个大地需要得到医治 有被医治的需要 怎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球需要看病的吗 为什么需要看病 有原因的 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大地也像人一样 有时候会生病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人不生病的 有没有 没有的吧 有些人说 哎呀我从来没有不病的 如果从来不病的话 突然间大病 糟糕 有人这样说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对的 他说 哎呀有点小病没问题的 你有些病的话呢 就是令到你的身体 就多一些的抗疫的这个能力 所以有时候有些病的话呢 反过来病过以后呢 你有这个免疫能力 所以这个也是有抗疫的能力 这个也是一种的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直接告诉大家就是 人也会有病 有病呢 要怎么办 看医生 要处理 不能够说 有病就不理他 管他吧 没时间理 不行的 有病的话 赶快看 赶快处理 小病不理的话呢 后来大病就来呢 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基督们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本来是上帝祝福的 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呢 上帝就会来处理这个地 为什么 如果这个大地里面的人民犯罪 一个国家犯罪 犯罪的缘故 就会带来一个罪恶的后果 上帝告诉我们说 这个后果呢 是上帝的 他透过他自己的 那个季然定律 这个世界 一切的物理啊 季然啊 都有一个定律的 如果人违反这个定律的话呢 就会自收 自己收到这个恶格 不好的后果 上帝这样说了 上帝说 我若死天 必塞不下雨 给大家留意哦 从这个13节开启呢 一直到22节 这段经文呢 连续从这里开始 讲到有中文翻译有四次 有四次那么多 讲到如果这个字 如果 如果 上帝说 如果 我死到天 必塞不下雨 就是 旱灾 或者死到王虫 这个地的出产 这个什么灾啊 虫灾 还有 或者死 什么 你看这个大大的这个字是什么 瘟疫 流行在我民中 这个什么病啊 这个是病疫 瘟疫 上帝说 如果 不是一定要发生 但如果呢 有旱灾 天灾 有虫灾 有这个病灾 流行在民中的时候呢 哦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上帝按照他 所定的这个 自然的定律 当人违反自然 当人犯罪的时候呢 就会受到 那个罪恶的 所产生的后果 上帝要刑罚人的行为 上帝不能够逼着眼也不看的 如果能不好好的来处理这个大地的话呢 这个大地就是上帝 能不好好的来 来守住 来小心自己身体的话呢 身体也会生病 是吗 所以呢 上帝说如果 我惩罚 我刑罚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会受到警惕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在这里 这里就继续就这样说 不是没有完为的机会的 上帝不是为了要罚我们 就要罚我们 惩罚我们 只是警惕我们 叫人要违转了 所以上帝的信义还是好的 可在这里呢 甚至告诉我们说 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几名 你看上帝这样说 表明说上帝是爱这个地上的人类的 当时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几名 是以色列明 他们是认识神的 但其实这句话 也可以用在整个世界的里面 就算普世里面 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独一的真神 但是上帝是爱人类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赐给他们 这一切凡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上帝是爱人类的 所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 知道自己是不对了 然后就违转归向神的话 上帝就会抑制 是异计这个大帝 这里说 如果我的几名 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准离他们的恶行 这是第二次讲到如果这个字 上帝说 如果我罚他们的时候呢 警惕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如果 这里讲到有四个动作 要自卑 要祷告 要寻求我的面 还有 转离恶行 连续讲了四方面 这个是表示全面的意思 不是啰嗦 是表示真正真正的违转肥改 而不是做坏事情 哎呀随便便 下一次又来了 又来了 这样就没办法了 在人类历史的里面 常常人犯的毛病 都是重复重复重复 打来打去 就是你抢我 我抢你 为了利益 很多冲突 都是人类生了地 这个地上生了地 不遵守 应该有的很多 地上面的 这个自然的律 这个道德的律 上帝的律 没有遵守 所以这个地主要生命 所以上帝提醒我们 这个大地得到抑制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他们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移他们的恶行 上帝说 我必从天上垂听 献免他们的罪 抑制他们的地 上帝说 我睁眼看 听他们的祷告 因为上帝拣选这个店 分别为圣 我的名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也藏在哪里 这个是表示 上帝是顾念 这个地上的人类国家社会 上帝不会长久发怒的 上帝里面讲得很清楚 上帝说 上帝的发怒是转眼之间 但是上帝的慈爱 却是对于我们一生之久 上帝是一位慈爱的 慈爱的上帝 不过如果人类自己犯了毛病 犯了罪 产生恶果的话 人自己就要匪改 这些上面有很多人 自己觉得自己很自明得意的时候 就说我不需要神 我不认识神 也不需要神 我靠自己的努力 我就可以能够成功了 到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说 哎呀 为什么我这样困难啊 为什么我遇到这个病啊 遇到这个失败啊 哎呀 如果有神的话 为什么这个上帝 他没有怜悯的心呢 如果我们平常不要神 有困难的时候 就说 为什么上帝不看不我 这个公平吗 不公平 上帝是爱我们的 你一凡风顺的时候 其实不要忘记 要感恩 要感谢神 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困难本身 其实也是上帝 给我们一些的人生的磨练 锻炼 你就会让人生更坚强 何况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 上帝就会透过这些 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围转归向他 这个是好事 如果人愿意围转 所以这两方面很清楚的 上帝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信义是什么呢 很清楚 第一个上帝祝福我们 只要我们人尽自己的本分 第二 但是当人犯罪犯错的时候 我愿意匪改 真心真意归向真神 上帝就会重新献给我们 预计这个大地 好 这两点很清楚 那是不是 上帝对所谣人讲话 就讲完呢 还没 还有第三点 因为只有第一点跟第二点还不够 上帝祝福好不好 大家都喜欢 如果我这一次犯罪了 上帝就饶恕了 这个也是解决问题 那是不是就完结呢 还没啊 是不是这一次犯罪 这一次泄免就完结呢 不是 因为人总是会继续不断的还活下去 你怎么能够预防将来 不要再重掏父亲 不要再犯罪 提高警惕的心 不要再犯以前的毛病 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 人就是从历史的里面没有学到教训 这句话是很消极的 但其实也是真实的 人往往犯的毛病都是重复重复重复犯毛病 只不过是不同的版本而已 是不是 而且很多时候呢 我们人更加有更大的毛病是什么呢 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什么病 看到别人什么的问题 但是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什么病 所以难怪 只会攻击别人 但是没有自我检讨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类的道德 社会越来越败外的原因 所以在上面有第三点 上帝对这个人类大地社会有什么信息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点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 他怎么说呢 这个第三点就是 这个大地需要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方法 上帝祝福 上帝意志 而且呢 怎么能够预防生育治疗 预防将来会败坏 提早的能够警惕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不会再犯以往所犯过的这个毛病呢 大地长治久安 需要好好地学一学 所以在这里呢 上帝就跟这个所罗门呢 就讲下面的话了 上帝说 如果你 你看这个第三次 讲到如果这个字 上帝说 如果你在我面前 效法你父亲大位所行的 遵行我吩咐你的一切 律律典章 我就必建顾你的国位 正如我与你父大位所立的约 说 你的子孙 必不断能做你胜利的王 上帝跟他说 你这王帝很好 但是呢 你要继续地遵行你爸爸 所吩咐你的 其实大位吩咐他的话 其实就是上帝给他抱抱的 就是上帝的律律典章 你好好的遵行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的国位就一起能够延强下去 就不要忘记古代的教训 是不是 圣经就是一个非常深远的 上帝的属灵的道德律律典章 好好的遵守 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子孙 我们也知道 中国人有很多的古训 是什么啊 人意道德 理意廉耻 不要忘记 不要作假 不要杀房 不要骗人 做什么事情 有一个道德的根据 敬神 爱人 这样的话呢 这个国家还是蒙福的 诗篇33篇那里说 哪个国家以耶和华神为神的 那个国家是有福的 哎呀 当然 在这个 今天这个整个世界 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很多人受到伤害 很伤痛 大家都很难过 但是 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产生这个 那么不好的事情 到底人类社会犯了什么毛病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围到神面前 求神 让我们反省 我们人类需要悔改 需要违转归向他 当这个地上 人类的科技 物质 科学 那么进步的时候 是不是就把神赶走 就以为人可以胜过一切呢 不行 我们需要求神怜悯 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 鼓势上帝的命令 人类社会里面 所有 大家都是良心 与生俱来都知道的 做人之本 不要忘记 因为这个是上帝所要求的 上帝将来吩咐这个所罗门 而且呢 在下面还有继续的 最后一段话 这里就是从这个下一段话里面所提出来的 从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最后一次 第四次 上帝说 倘若 如果 这段话呢 是个非常严肃的警告 当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国家最兴旺 到高峰的时候呢 上帝预告 预先说了 如果这个国家 如果好好好跟随神的话 有一天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已经把话说在前头了 这个很严肃 非常严肃的话 说什么呢 这里说 倘若 倘若 倘若你们准去丢弃 我指示你们的律例典章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示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根来 他就讲到非常的生动 拔出来 连根拔起 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开为圣的殿 也必写赐不顾 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这些很骄傲 他说 因为我们有圣殿 上帝所居住的所在 所以上帝 总不至于离开他自己的圣殿不顾吧 所以我们的国家永远不会灭亡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圣殿神学 Temple theology 一天有圣殿在 一天上帝就在我们中间 上帝不会不顾他自己的家的吧 上帝说我也不要 因为上帝所看重的是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 有没有好好跟随神 而不是在乎一个建筑物 同样 这个教会上帝看重的是里面的属神的人 而不是建筑物本身 今天你跟我上帝也是一样 上帝看重你这个人 有没有敬畏神 有没有过一个金钱的生活 而不是看你所做的一切的丰功伟极 你的事业 不是说这个不好 但是如果人有问题的话 工作没有工人那么重要 上帝看重工人比这个工作更重要 所以上帝就不顾这个国家 不顾这个圣殿 这里就是说 使他们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计敲 这个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比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向这个地和这地如此行呢 人就回答说 因为这个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去亲近别神 敬拜侍奉他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这里用一个很生动的描述 将来经过的人看到 这个殿和这个国家被毁灭了 哎呀,为什么这样惨呢 他们说因为他们离弃神 要好好的来敬畏侍奉神 这个是个警告 神把这个话说在前头 这个话就好像说 寄居死地而后生 这个太不好了 所以经过这个刑罚以后 他们被灭亡了 后来呢 重新又归为以色列福星福国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有好几方面 当这个地上生病的时候 我们需要上帝来医治这个大地 上帝对这个地上这个人类的这个地球 上帝的心意去祝福我们 上帝是灵散的 你的工作成就 你的侍奉神月娜 当这个地生病的时候 当这个地生病的时候 所以上帝警告我们 人需要违转 匪改 自卑 转离恶行 上帝就挽为我们 抑制我们 还有第三 如果这个大地需要长治久安 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讯事 不要忘记道德 不要忘记上帝的命令 因为真正掌握这个人类社会 国家命运的 是上帝本身 是上帝才是伟大的神 人只不过是大地的管家而已 千万不要骄傲 特别在这个疫情蔓延全地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 上帝啊 这个疫情虽然很惨重 但有一天也会过去 但是如果人心中生了病 心中充满了疫情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呢 求主 谢明我们 求神 医治这个地球 医治我们人类的病 阿们 感谢主赐给他的话语 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那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当尽的义 我们不但是奉献金钱 乃是全人的奉献 所以我们为奉献做一个祷告 天哪主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摆在你的身宝座前 主要如果我们转离你 你必往回 主要我们如果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你必欣然地接受 谢谢主 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 因为你可以医治这地 你也愿意医治这地 你甚至愿意为这世上的罪人 当负起你自己的生命 献出你自己的宝血 主啊我们今天当思考 怎样为主而活 主啊让我们全然地献上 不论是我们劳作所得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力 都愿意陷在你的面前 被主使用 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 敬畏的心 爱人的心 爱你的心 将这一切丰盛的资源 都能够用在传扬福音 兼立教会身上 谢谢主 主啊无论是低落的时候 无论是欢呼高潮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在你的身宝座前 得们恩惠 我们谢谢主 帮助我们 真的用着这一切你所赐的 怀着肝根的心 为主自己来所用 我们谢谢主 也将弟兄姊妹 爱教会 爱人和爱神的心 再次眺望起来 在你身宝座前 真的得蒙你自己的喜悦 愿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 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阿们 今天的经句是 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 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果效的 感谢主的话语 成为我们每日的力量 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 一起来祷告 作王掌权的主 你是天地的主 主 谢谢你 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 兼顾我们的属灵生命 指引我们脚前的路 你也赐下圣灵 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真诚当中 我们在人生每一个小战中 都成为你自己的所爱 帮助我们 无论是秋雨 无论是春雨 全地满了流泪骨 这一切的福气 从你那里来 主因为你来 是要寻找世上的羊 你来是要赐给他们生命 且要更丰盛 我们感谢主 真的在我们看到 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 还不如那一朵白河 还不如那地中的一个草 他们早上发望 晚上就消去 何况是我们 按照你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呢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罪恶弯曲被虐的时代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车马 不是靠君王 乃是靠你所赐的灵 靠你自己的名 能够夸口 谢谢主 借着你的真理赐福给我们 借着你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也特别将个人的需要 放在你身宝座前 特别为了小姐妹来祷告 主你真的谢谢你 为她开路 也让她在明天 离开我们几次的转机 能够顺顺利利地回到她自己的家乡 主在整个的行程中 求你预备 求你开路 从始至终都有顺利 主也赐给她 在路上 在各样的面对中 真的也有各样的方法来应对 我们相信主所赐的平安 是真的平安 也保守这个地 所有现在还在疫情当中 还在这个政治不稳当中 还在这个无助中 还在属灵疲乏与软弱中的人们 主啊 真的你医治这里 你是拉法 你要医治人 挽回人 不单单是人的身体 乃是全人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 因为你是生命的主 在各样的康复 各样的疾病和患难中的人 也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真的能够给个人分次 不同的力量能力安慰 你的信实彰显 让属里的儿女们再次经历 这丰丰盛盛的信心之路 我们谢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不知道明天 但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从耶稣基督宝贝的生命 阿们 下面是报告的时间 首先将教会的财政报告 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月份到六月份 我们的这个常费 蓝色的是我们的收入 那第一个蓝色的是去年 2019年 一到六月份 可以比较的是 这边是这个今年一到六月份 大家看 我们在收入上也差不多很感谢主 很感谢主 据我所知道的 那湾区的华文教会 我们教会真的是三宣家 非常的蒙福 虽然我们有一点做 但是也感谢弟兄姊妹 在各样的面对 特别是经济冲击当中 对教会所献上 神的家所供应 使他自己能力 但是在花销上 让我们开源节流更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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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Mission 这是在宣教的基金上 大家看 我们也是 目前来说 很好 这是在我们的建筑 基金上 大家可以看 有小幅的增长 小幅的增长 这是教会在整个财政上的情况 在七月的还没有出来 这是上半年的 上半年的 因疫情的影响 教会的同工 都是在家工作 当然除了少数的这种探访 非瑞克的探访特别的以外 那么如果你需要协助 或者教母同工有任何的帮助 请您联系各个堂的牧者 办公室的同工 以及赖牧师 可以致电 今天很感谢 我们都有课作的讲员 来到我们当中 那我们也很谢谢 在粤语堂的 谭景章 博士 以及国语堂 叶玉波 老师牧师 及这个英文堂的 这个瑞 牧师 也在我们各堂 分享今天的信息 非常的感恩 今天下午 这个 有一个特别的讲座 估计是用英文 但是是国语堂的这个妹 在我们当中 来分享 她以前在我们的 国语堂也分享过 但是今天特别 有多一个这个topic 就是在coral virus下面 怎样的来影响 我们的space 就是太空的探索 那希望大家 你有兴趣的话 邀约亲友 今天下午 在两点半的时候 上面有这个room的ID 大家可以进来 我们一起遨游太空 见证神的全能和荣耀 儿童施工的讲座 专题讲座 Lisa这一位在注册儿童方面 她是一位专家 所以她的讲座 是以英文为主讲 欢迎弟兄姊妹 和卫信主的亲友来参加 这些是家长专题的讲座 都是亲子儿童方面成长的 这是在八月份的 那我也在下面 有通过link的方式 发给国语堂的各位父母 请大家留意 那我刚才在代导中 也请大家继续地 为小姐妹 星期一能够顺利地启程 她要转机 多次转机 才能回到中国 然后还要隔离在广州 请大家为整个的行程 来祷告 求主赐给她身心的平安 旅途的平安 也谢谢 我代表国语堂在这里 也谢谢徐瑶在我们当中 有半年在我们当中 来带领敬拜诗歌 以及各方面的侍奉 求主继续带领保守她前面的道路 也保守她的家人 好 我们大家起立领受神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因为你们的灵魂跟身体 都能保守 在我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完全毫无指摘 因为那招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阿们